来看这边因为风灾造成的农村 那确实是对我们几个很重要的水果 那么影响很大 包含我们看到的 这个西式柚 还有那个拔腊 都是损害非常的大 那么我刚才也跟我们的农委会 陈副组委也在确认过 其实他们在昨天 有这个准备 所以把公文把相关的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就第一个我们会从宽 从树来处理 有这个现金补偿的部分 以及还有就是地理贷款的部分 我们都会现在开始我们就会来办理 那么尽量让我们的农民的损失 能够降到最小 同时也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这个风灾 造成的这个所有的农产品 以及设备损失 影响到他们后来的这个发展 我们一定会希望 能够跟他们一起渡过这个难关 也期待他们未来的这个 共产品能够做得更好 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目标 那也谢谢